嗨大家好我是王猴 我現在人在Lexus的士林展間 今天他們發表 也不算發表啦 預賞會 預拍會 他這次的主角就是IS系列 後面這個人不知道他在幹嘛 這次算是一個大幅度的小改款 他一樣是採用原本的那個底盤 但是他底盤加了很多東西 改良了很多東西 讓他整體是更輕量化的 然後他整體的造型也不太一樣 然後他這次已經開出了他的預售價格 他的預售價格是從190萬元起 然後在這個190萬元的豪華版上 可以再往上加 一個是走一個頂級的 頂級版 另外一個是F4版 對不對 噴口水啊 這兩個版本都是199萬元 但是如果你想要選到天窗的 就只能選頂級的 頂級的還是要加選配啦 加5萬塊 那現在我就來介紹一下 這次到底改了些什麼東西吧 這顆引擎呢 是2.5升4缸的Hybrid的引擎 然後其實跟上一代的系統呢 他的動力輸出其實差不多 有經過些微的調教啦 但是他的總體的效能呢 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以前這輛車呢 是他的頂級版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專有的一個配備 就是三眼式的LED頭燈啦 然後他這次呢 其實做了大幅度的升級與改變喔 他其實只有在A柱的地方維持原貌 但是剩下的呢 完全就做了一次幾乎算是 小燕姐姐 幾乎就算是整個大改款這樣子的感覺了啦 整個板件重新的設計 重新的打造這樣子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頭燈啊 原本之前他的日行燈在下面的 採用一個上下分層的設計 但是他這次 跟頭燈一起整合起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次的仿錘型的水箱護照 也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他讓他整體的重心是往下降的 所以讓他整體看起來 是造型更為的低趴 然後我們來到這次的車側 他這次呢 車長是有加寬的 然後車寬也是有加寬的 但是車高是有降低的 不管前面後面都有做降低 就讓他造型看起來是 更像為一台褲配車型啊 而且大家看一下他車側的線條 從上面的線條 下面的線條 都延伸到屁股 讓他屁股的重量看起來是比較重的 所以整體這樣 到屁股 重心在後面的話 就讓你有一種猛虎出閘的感覺啊 只是雖然說到這次他 造型是更銳利 更運動化的一些 但是其實他還是保有著日式那種 閒進的那種氛圍 我覺得還是算是蠻不錯的 而且車尾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尾燈啊 也變成貫穿式的尾燈 然後整體的感覺呢 也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如果呢 你買到F Sport的話 他的車身呢 就會多出很多黑色的元素啊 然後他後面有個專屬的配備 就是他後面的小鴨尾上面 會有個小尾衣 所以讓他整體造型看起來是更為的速殺啊 然後這次其實說到他的大幅度的 雖然小改款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次的底盤 凍了很多東西啊 都經過了輕量化與強化 而且車體也是經過了強化 比如說像他的焊點啊 不是成焊點那個焊點 就是他的焊點啊多了一倍啊 然後他下面呢也都減輕了許多重量 而且加上這個輪圈這邊的羅帽喔 他也是都有做輕量化的設計 所以讓他整體透過這些小細節的修正啊 讓他整體是更為的輕量化 所以導致他的超扣表現呢 我相信 雖然還沒開過啦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會更不錯的啦 啊說到這輪圈啦 他的豪華跟頂級呢 是搭配17吋的輪圈 那如果你是選到F-Sport的話 18吋 那這支F-Sport的版本呢 只有搭載AVS可變阻尼的避震系統 所以讓他在不同的駕馭模式上面呢 會有不同的懸吊的範影啊 然後像頂級版啊還有豪華版啊 搭載的是機械式的可變阻尼的避震系統 所以他系統呢 其實之前有搭載在比如說像LM上面啊 雖然調教會有不一樣 但是基本的基底啊是一樣的啦 好啦我們現在進到車內看一下 看他裡面改了一些什麼東西喔 來 好的現在算是我一個正常的駕駛桌子 這次他的改變呢 其實大家最明顯的可以看到這個 他把一代的IS的冷氣控控放上這台車了 所以他變成造型是圓形的 啾啾啾 然後他車門的像這個飾調 造型呢也是根據前面的仿錐型的水箱護照 然後又多出來這些造型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氛圍啊 這個是黑色的 但是如果呢你是選到X-BOR的話 他會變成紅色的 然後X-BOR有些特別的專屬的配件 比如像是他的方向盤 他地台也會有X-BOR的 然後他的門檻呢也會有X-BOR的名牌 名版在那邊 所以整體造型看起來會不太一樣 然後他這次呢還算是有一個蠻重大的改變呢 就是他中間這個8吋的資訊娛樂系統的螢幕啊 他這次螢幕呢是往前移了14公分 所以讓他整體在操控起來會更好 為什麼呢因為他這次導入了觸控的功能啊 只是我必須還是要說到一點就是 在國外他這套系統是10.3吋的 我覺得自己覺得蠻可惜的啦 因為他10.3吋所以他採用的是新的系統 新的螢幕設定 所以他整體的質感啊 他的顏色表現啊 對比表現啊會是更好的 所以我覺得算是蠻可惜的一個系統啊 如果能導入國外那10.3吋的話 我會覺得蠻棒的這樣子 但是他這次整體給你的氛圍感受啊 這還是保留了很像日式性能車 駕駛導向的那種氛圍啊 但是呢如果他能做得再更個性化一點點 我相信對於這類的買家是會更棒的 然後最後還是要提到一點 他只是搭載的是LSS2.0這套系統 這套主動安全的輔助系統啊 他該有的比如像DRCC啊 這套全數域的自動更車系統啊 或者是像自動沙停啊 車道偏移啊這些 主要基本的通通都有 然後再加上上面 大家看一下這個天窗 這是頂級才可以選配的 加價5萬塊 好 我們到後座去看一下吧 好我現在坐到後座了 這次後座其實差不多啦 後座的空間其實就沒有很大 但還算可以接受 然後中間有冷氣出風口 中央鼓起的地板面積呢 算是蠻高蠻大的 但是我覺得大家也不用太過於苛求啦 畢竟他就是一輛 以前做為導向的產品這樣子 好啦那我最後再重複一下 這次的預售價格啦 最入門的豪華版呢 是190萬元 然後F-Sport跟他的頂級版本 是199萬元 那如果你想要選天窗的話 你只能選擇頂級版本 還加價5萬塊 好啦這就是我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個讚 訂閱還有分享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或想跟我們聊聊天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網紅去哪裡 下次見喔 掰掰